大家好,我是孫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幾個字 叫做死亡交叉2.0 先講講講情況 今天港股早段靚仔 高開之後升過百多點 當然百多點不是靚得很緊要 但也叫做升 升過百多點 不過升幅無以為計 慢慢慢慢收縮 最後全日的升幅減到不足100點 只有58點 收26281點 成交都一般 752億 今天市向好 約股有新的政策 令到約股 今天有些升得不錯 包括石藥 升8點 破賣下降軌 很漂亮 加上有幫 今天不錯 之前連續幾天都比較弱 今天彈回1.5% 大眾市升50多點 整個市的情況 今天市剛才提到 升過百多點 最比前日只是小升 58點收市 基本上方向感不大 看成交 700多億都是弱 因為近日比好的 可以過900億或以上 約6、700億左右 今天算是成交弱 所以換言之 今天升跌的指向性不是太大 顯示好膽 買賣的動力都不是特別強 為何會這樣 可能跟這排的基本面 以至技術面 都是比較混雜 或者沒有明顯方向 有關 先說基本面 基本面這排比較頭痕 一方面市場人士對未來的經濟看法 轉趨悲觀的越來越多 對他們的氣氛不是太有利 包括其中一個 很多年 金融市場老前輩 Wosenberg David Wosenberg 出來說 發表他的偏淡議論 無論聯儲局怎樣減息也好 估計未來12個月 美國經濟都會含入衰退 而且衰退 比大家預期更早的來到 如果在這種情況出現 他相信 美股會出現痛苦的回調 這個當然是淡 當然 David Wosenberg剛才說 他是老前輩 而且老前輩 一向偏紅 有人稱他超級紅 他這樣說 大家都並不意外 不過 以此同時 另外一些相對中性的 都越來越對前景比較憂慮 說的是什麼 最近剛剛公佈了調查 問富豪家族辦公室 如何看待未來的經濟情況 結果出來 一般顯示 富豪家族對貿易 不同地方的貿易糾紛 以至氣候變化 以至很多不同的因素 都顯示比較擔心 其中可以脫勾 亦非常憂慮 在這種情況下 家族企業 對前景轉趨 偏向悲觀 例如有55% 預期未來一年 明年經濟會進入衰退 而且還有4乘多 4乘2 42% 這些家族的辦公室 提高 投資組合裏面的現金比重 換言之 有錢佬的家族企業 就是看淡未來的經濟 以至對投資市場一般 只因此 所以才會提高現金的比重 這是差勁 當然對環球市場 以至港股氣氛一般 與此同時 你發覺另一批人 近來不斷暢好 包括其中一個比較突出 就是內地 經常說北水南下 近來北水沽滋南下 暢好的頻率 不斷說香港情況很好 最新說 預計第四季 港股出現絕地反擊 很多來自公務基金 以至私務基金 都是這樣的看法 原因是北海湖 其實都是那些 大概是港股股值低 現在的說法 香港的市盈率恒指是9.6倍 中比橫比都是便宜 港股安全變制高 安全變制高 和股值有密切關係 加上高分紅 香港叫派股息高 這些特性對內地的公務基金 以至私務基金 都是很有吸引力 令到他們配置多些下來 加上估計 美國聯儲局繼續會減息 對整個情況利好 而香港自己的企業本身 他們相信在第三、第四季的企業盈利 會盈利拐點 之前就弱 現在拐點拐上去 亦都是令他們覺得港股會向好 加上中國方面看好香港同事 美國方面近來紐約聯儲不斷崩水 美國聯儲不斷崩水 可以理解為美元方 利淡的話 如果利好來說 有不少市場人士認為 可以解讀為另一種QE 雖然這個 他們說明公開市場操作是恆上的 並不是QE 即是買國債進一步推低用資成本 不是這樣 只是公開市場操作 令市場出現資金緊張 是舒緩 但無論如何 整個形勢都顯示 美國方面都是這樣拔水 亦都是偏好的 換言之 基本面又好又淡 都比較難看 與此同時 技術面都是這樣的情況 無論是個別股份 你指的指數 都有互相拉扯 又好又淡 例如港股個別股份 講版塊來計算 香港經濟股繼續弱勢 今日普遍是偏遠 其中一種可以提及是領展 領展 今天又跌1% 逆市下創 跌了很多天 之前很強勢 現在這陣子一直一直弱勢 跟香港社會運動一直持續有關 跌跌跌 已經貼近前浪底的支持 綠色線 以至250天線 是弱的 與此同時 內地的中資股 走勢偏強一點 相對 起碼見到中二棟 之前說藍燈籠 但這陣子就不是了 見到 剛才記了 領展一路向下 一路向上 走勢不錯 指數方面也是 恆生指數差的 就快出現 點題說過幾句字 就是死亡交叉2.0 為何叫2.0 死亡交叉 就是短期的平均線跌跌 跌穿長期的平均線 為何2.0 之前50天線已經穿了 250天線 所謂1.0 但接下來100天可能都會穿了250天 這個就叫做2.0 未穿著 估計明天就會穿 換言之 恆子走勢是差的 與此同時 中資企業的走勢 沒有那麼弱 見到上證 今天一度穿過下降軌 歷首20天線之後 一度穿過下降軌 雖然雙頂的形勢 仍未破解到 這個雙頂 但是起碼穿過下降軌 又手在20天線 這叫做OK的 各自也是 雖然20天線失守了 但是仍然守在前浪頂 之前是綠色箭咀止住 顯示走勢未知太差 反觀你看到恆生指數 已經穿了綠色箭咀止住 前浪頂也是頭肩底頂線所在 亦是重要支持 亦是分期的 所以情況下 估計這陣子無論是基本與技術因素 都是拉扯的情況 估計星期五結算之前 未必會出現明顯方向 繼續在水平反反覆覆可能性 反而大一點 時間關係分析大致多 多謝大家